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超过1100万人 加上整体经济形势影响 就业压力的确不小 要促进就业建议消除这两个案门槛 第一 破除35岁门槛年龄的歧视 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建议 加大反年龄歧视就业立法和执法监督力度 不将年龄作为招聘 晋升或辞退的红线 探索放开公务员考试35周岁限制 职场中 对某个特定年龄进行限制 不仅是巨大的人才资源浪费 更助长了全社会的焦虑情绪 大气晚成的名人才子多了 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年少得志 第二 应让应届生有更多选择 警惕慢就业变成消极就业 民进中央提案 建议适度延长保留应届毕业生资格实现 进一步落实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 对公务员 事业单位招考不一定非要当年毕业 全国人大代表姚进波也认为 对于吸纳应届大学生的企业应给予适当政策激励 年轻人虽然资历少 但有很强的活力 如果延迟就业成为常态 啃老族恐怕只能是越来越多了 对社会发展有害无力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